哈利物丁,我是KCD 沒錯,我又再次來到了 精華酒店的精華萱 因為我上一次吃完精華萱的叉燒之後 讓我魂牽夢影啊 這一次呢,我主動聯繫了精華萱 他們也非常的大方讓我深入他們的廚房 今天要帶我深入廚房呢 就是精華萱的主廚 巫師傅 巫師傅今天要帶我們看哪三道菜 蘿蔔絲酥餅 西式泡飯 還有您剛才說到您最愛的 蜜汁叉燒 哇,光講到我口水又流下來了 讓我們趕快去看看吧 好的 GO 好,我們現在已經深入了精華萱的廚房內部 那等一下吳師傅呢 就會來跟我講解他們叉燒是如何製作的 好的,大家跟我來 這邊這個爐呢 就是我們港式燒蠟用的太空爐 我們的師傅就會把烤好的叉燒 從裡面拿出來 叉燒大概已經燒了15分鐘了 我們這邊呢,就用麥芽糖 先裹它一次糖 硬它的表面被糖包著 所以您吃起來才會有那種 外面焦焦脆脆甜甜的口感 好,那我們淋完要把它拉起來 然後等糖慢慢濾到一定的程度 我們要把它放回去 再烘烤幾分鐘 然後令到它表面的糖可以咬住那個肉 我們選用的是紅白豬的豬梅肉 那它的特色呢就是 肉質的油花分布的特別的均勻 而且還特別的軟嫩 刺起來非常有肉質 咬起來的口感是非常的鬆軟 好,那我們再去淋一次糖 大概把那個糖把它均勻的淋在上面就好了 光看這個畫面嘴巴是不是就像 酸鈕壞掉的水龍頭一樣止不住口水啊 裹上去的這一層糖衣 除了麥芽糖之外 為了不讓它讓整體風味過於甜膩 還加入了一點點檸檬汁 能夠解膩但是卻吃不出來 燒的酥脆上色黑黑的部位 就是我的最愛 叉燒最棒的切法就是要跟任何排餐料理一樣 夠厚才能夠吃得出整體的風味跟口感 最後淋上燒辣醬汁 哇,美味又上佐辣 第二道我們來看蘿蔔絲酥餅是怎麼製作的 我非常興奮超好奇 接著看到的是讓我怎麼餐都餐不透的蘿蔔絲餅 到底為什麼可以做成千絲萬縷的餐絲口感 現場示範的吳師傅用準備好的千層酥皮餡桿製作 酥皮本身是以中筋麵粉、牛油加水製成的 在包上用麵粉、豬油等比例製成的油酥 層層相疊之後 折出將近百層漂亮的層次 不知道背後到底花了多少時間 趕了又折,折了再趕 那些的蘿蔔絲子是選用日本的白蘿蔔 味道更加清爽帶甜 使用鹽糖和精華火腿調味 最後炸10分鐘成形 底部的芝麻一部分是提供風味層次感 更重要的是避免折痕在油炸的過程中裂開 這也是深入廚房才能夠學到的東西 10分鐘出爐之後就得到了我們在桌前享用的這一份 非常美味的蘿蔔絲餅 來到我們的最後壓軸西施泡飯 我們把這個龍蝦殼、沙公還有白蝦打爛了 把它放進去 然後把它煎香 龍蝦湯 就要把龍蝦的,把它這些料炒透 它的香氣才會出來 這時候就要加點熱水下去 把它煮滾 我們這樣大火熬煮了大概一個半小時 來我們這邊這一鍋現在沸騰的湯 它表面上是很天然的橘紅色 因為它用的是龍蝦、白蝦和沙公 一起去熬煮一個半小時出來 那這邊的食材呢 在架子上 我們看到由上至下由左至右布滿了海鮮 那這個第一個是澳洲的帝皇蝦 那也叫藍尾蝦 口感特別的甜 因為澳洲它是接近南極那一邊 它的水的鹽分會比較高 所以它的甲殼類特別適合生長 那這邊是北海道的干貝 那我們也可以把它慢慢放下去 輕輕煮一下 那這邊台中新鮮的炒菇 那新鮮的炒菇它放下去 它可以增加我們的口感 跟這個整鍋湯底的層次提升 那這邊 中國芹菜 加上青江菜的菜梗 那為什麼要加青江菜的菜梗下去呢 因為我們都知道青江菜的菜梗 非常的脆嫩 它可以經得起火的熬煮 這樣吃下去的這鍋湯 它就是有一些咬下去有脆脆的感覺 可以增加我們的口感 澎湖的絲瓜 我們會切成指甲片狀 然後也是增加整鍋湯清甜的口感 那最後買我們的雪場蟹 北海道雪場蟹的蟹餃 我們把它的肉拆出來 它的殼也拿去熬湯了 好的 那接下來所有的食材都已經下完了 大家看一下 那這樣我們這一鍋西式扒飯就完成了 那這樣吃的話 就可以吃到海鮮的鮮味 跟這個炸米脆脆的口感 現在這是最好吃的 剛才呢 我們已經看完整個這三道菜的製作過程 那我們現在很開心可以跟師傅 一起來享用這道美食 相信呢 各位如果看過我們前面一支 介紹金華軒用餐的影片呢 也都知道這三道菜呢 我個人真的也是非常的喜歡 在這邊呢 可以再更深入的了解這三道餐點 背後的故事 因為金華軒是港式料理 羊茶呢當然要吃點心 那我現在先介紹的就是我們的蘿蔔絲酥餅 師傅用油酥的水皮 它做出來很巧妙的一個方式 感覺上一個很虔誠的一個酥的感覺 那裡面的蘿蔔它也切得非常的幼細 而且它還有濕潤的口感 那外酥就內嫩 一咬下去的話 那個蘿蔔絲的清甜味都會出來 這是我非常推薦的一道菜 那另外我也很推薦的就是我們的XSEL 我們的沙拉主廚也是用很地道的港式的方法 選的是豬的梅化肉的位置 最後就是我們的招牌菜啦西式包飯 起源就是一個循環的良善的概念 因為我們把蝦肉剝出來 它有很多的蝦頭蝦殼蝦餃這些 那我們就覺得很浪費這些東西 那我們就想是不是可以拿來煮湯 再配上它本身的蝦子干貝跟蝦肉還有一些蔬菜 最後加上炸鍋的泰國香 整個口感就會得到更一步的提升 烏師傅希望呈現金華軒的料理是怎樣子的感覺 我們希望是回到初心啦 做最正宗最原版的港式料理 月菜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在台灣吃到非常正宗的月菜 就是來這邊吃齁 我個人真的上次吃已經是第四次 這次我要第五次吃這個叉燒了 那我是K斯丁 喜歡影片的話不要忘記按讚分享跟訂閱頻道 我要繼續享用叉燒啦 各位朋友掰掰 掰掰